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罢了 楼主说切勿惊扰此人 我们走 白宝牢吗 倒是谨慎 公子好像被他发现了呢 跑不了的 少爷 你可算是回来了 小虎 你过来 一会儿你 唉 楚家曾经何其犯上 想不到会沦落至此 这楚行云还能拿出碧波九蝶浪这等灵阶终极武学 可见楚家底蕴之丰厚 怎么只有楚行云 他那剑奴妻子呢 管那么多干嘛 看本公子给你表演 如何杀人 他我们下驶了 说必有广角 dispose有处ины 东西颊的将导人 整理新是有处��� commanders 许能 dass Mexico 云梦武府的英公子 你早知道我会来 恭候多时了 既然你如此识趣 只要交出几件像样的宝贝 我倒是可以好心饶你一命 我宝贝很多 有本事 自己来做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三瓶五瓶 桃花虫 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拿命根子当武力 最硬 死在我处下 你也该值得骄傲 你隐藏了实力 当年 你云梦无辅 究竟为何欲灭我楚家满法 老实交代 我只知道 府里和水家有合作 你现在放过我 我可以回府帮你打探 到时 别 别杀我 就你这种层次 断然无法知晓其中内容 留着 无甚大用 危机时刻 居然让一个弱女子替你受死 卑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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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背着信音的耽搁了进度 得赶紧把这两人收拾了 春虎 功法和我学相辅相承 再配合担药 才能够让我在短时间内再度堵落 这套风雷剑决 乃临界高级有学 虽只有风动 雷闪 风雷一路三世 足以披靡圣界功法 终于突破到了脆体四重天 足够应付明日的家族大会了 尹哥哥 雷三 你这身很漂亮 赶紧出发去家族大会吧 要迟到了 好 是时候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闯家之主 孙剑那小子 突破到二重天就得瑟个不停 真叫人憋屈 没办法 这十年来 我们楚家半年才发一枚丹药 他们还有各种历练资源来提升实力 反观我们楚家 这几年生意平平 入不敷出 只能坐持山空 要不是老家主失踪 我们楚家怎么会沦落至此 为了楚家的未来 我提议重选家主之位 我同意 事实后让我们楚家再现辉煌了 真的吗 可是家主金印还在楚行云那里 楚行云取水流香这事儿 丢尽了我们楚家颜面 是啊 而且 他只有脆体二重天的修为 五粮也只是最垃圾的一品 没错 楚行云懦弱到 连家族大会都不敢到场 根本不配做我们家主 我们要重选家主 苏武卿 今日 我楚平天 大胆毛髓自尽 承接家主之位 为了承接家主之位 大长老真是 煞费苦心哪 终于 两个人 不 我们 快 我 你 是 不是